在斗罗大陆中,魂师释放技能的时候通常都会摆出和武魂属性相结合的动作 比如戴墨白要释放技能的时候会脚踩大地一下,然后挥舞双拳展示自己的力量 马魂军释放技能的时候双手会从上到下挥舞,就像一头人形凤凰一样 包括武魂殿的黄金一代也是一样 像胡莲娜在释放魅惑技能的时候会将食指放在嘴唇上 这种情况在小五身上也有出现 当小五要使用魅惑技能的时候也会将手指放在嘴唇上来诱惑对手 那同样都是魅惑技能,胡莲娜和小五谁的威力会更强呢 要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呀,首先咱们要知道一点 两人的武魂特长分别是什么 从胡莲娜的妖狐武魂来看,很明显是偏向于魅惑属性 就连唐浩也看好胡莲娜的天赋 在比赛过后他曾对唐森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不是唐森的子级魔童克制的胡莲娜 单单他一人就能够团灭十来客器官 从中就能够看出胡莲娜的魅惑有多强 而小五的武魂是柔骨兔 他的发展比较全面,不管是攻击防御 还是速度方面都比较平均 魅惑只是他的技能之一 但并不是他最主要的技能 通过五魂对比很容易就能够看出两人的差距 在魅惑技能上,胡莲娜明显比小五强 当初两人对拼的时候 要不是小五有魂兽体质的优点 结果肯定是比不过胡莲娜的 而且胡莲娜还有一块魅惑头骨 一块虎尾外腹红骨 这两块红骨都能够提升胡莲娜的魅惑属性 因此小五输得不冤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